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悦当时现世小便池内 都是烟蒂 他说 这是国际饭店 有很多外国游客 这样台湾会丢脸 他更因为找不到家子 毫不犹豫地徒手捡起小便池的烟蒂 下中间强调孙悦不止在镜头前为公益付出 就连四下也做足公益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孙叔叔 孙悦又离世 但在大家心中是永远欢乐的孙叔叔 作为曾宝宜 反射自脸书孙悦 资料照 记着沉济宽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